一个关于既然你用REM做单位 是吧 REM做单位的话 你是不是要算呢 是不是这样的 要计算这个单位啊 每次的话 我们实际上量的是什么呢 PX单位啊 好 我们在Photoshop上量一个尺寸的话 一般是量的PX的单位 那么如何转成 转成这个REM的单位呢 是吧 那么是要算吧 用计算器来算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插件可以帮我们做这件事情啊 这个插件的话叫4SSREM 那么这个插件的话 昨天已经考虑大家了 在这个什么呢 安装相关里面有个4SSREM 这个文件夹吧 这个文件夹的话 那么这个安装的方法是这样装的 是吧 那么到这个什么 Bron Package这个里面来 是吧 比如说这个Preference里面 是吧 那么到这个Preference 有个Bron Package 是这样的 然后把那个文件夹把它考进来就行了啊 考进来之后 然后你把你的什么呢 把你的这个Subline再重启一下啊 重启一下之后怎么样呢 就可以有这个功能了啊 什么功能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来新建一个这个 新建一个样式文件吧 比如说这个拿一个 Past.4SS 这样一个样式文件 是吧 把它存一下吧 这是测试用的啊 好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我来写一个什么呢 想说是一个Box的什么呢 它的宽很高吧 比如说它的宽啊 宽是200px是吧 200px 看一下它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啊 好 我把它回车 它是变成REM的 看到没有 是这样的啊 好 比如说高度怎么样呢 高度想说是100px 然后回车 是变成2.5REM的啊 它自动的转的啊 自动转的 好 好 好 这是 这个插件安装好之后 可以实现这个效果 就是动态的 把你量的尺寸转成REM 转成REM 那么你 你怎么转的 你到底参照多少呢 是吧 这个参照的这个地方 可以在这里设啊 参照的地方 那么是这个 Preferences里面的 Packaged Settings 是吧 那么在哪里呢 这个Preferences 什么 这个是吧 Packaged Settings里面有个什么 这是叫做REM吗 这里有个Setting吧 是吧 Setting啊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这个设置值 就是说你每次除以多少呢 除以 这个地方设置的是40啊 就说 比如说我输入100的话 它就除以40 就是什么 就是2.5吧 我输入200的话 它就是除以40是什么 就是5是吧 就是5啊 那么这个地方你可以调 比如说你参照20的话 就调成20就行了 是这样的 参照40的话 它就调成40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REM REM的这个安装 SAS的REM的安装 然后的话 它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这个最长的这个单位是6 就是说如果是有小数的话 如果是计算的时候 有小数的话 最长的话就是 有6位小数 这个意思 然后的话 它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支持哪种格式的 是吧 比如说我们默认是什么 SAS的格式吧 那么这个是NAS和SAS 是两种什么 SAS的预编译的格式啊 我们后面会说一下啊 假如说我想在 比如说我在这个HTML里面 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是吧 假如我在这个里面写这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比如说我再来一个 是吧 比如说LineHide 我给它来一个 假如说是20px 是吧 我写20px它好像没有转 是不是这样的 没转啊 没转是因为它怎么样 它没有支持这种格式啊 没有支持这种格式 我们可以把它加上去啊 在这里面 假如打个逗号是吧 打个逗号 然后是 什么呢 再拿一个什么呢 双引号吧 然后是.html 是吧 好 然后把它存一下啊 好 存一下之后看一下啊 那么还是得重启一下 是吧 好 我来关了啊 关了之后再重启一下啊 重启一下我的subline 然后我再看一下我的这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里面是不是支持是吧 好 我再写一下啊 比如说再拿一个LineHide 比如说Line 啊 LineHide 假如说拿一个什么呢 这个是 LineHide是什么呢 2.5是吧 假如我拿一个什么呢 50吧 50px是吧 是不是可以转啊 我一说是吧 那么是不是转成1.25啊 是吧 那么因为它的这个这个值是什么 是40吧 我们刚才算了是20 是不是这样的 20啊 20的话就是2.5吧 50除以20是不是2.5啊 它这个40就是1.25啊 好 这么改就行了啊 这个就是方便我们怎么样呢 就是 来输入这个单位啊 输入这个单位 好 这是关于这个 这个4.5是REM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安装啊 安装以及什么使用啊 那么就把它烤到这个文件夹里面来就行了啊 昨天有有有发给大家吧 这个啊 烤到这个文件夹里面就可以了啊 好 好 好 这个 大家可以等一会儿怎么样呢 把它再弄一下啊 等会弄一下 好 那么这个弄完之后的话 我们接下来呢 要讲什么呢 就是讲这个 关于这个 结合我们前面说的这些布局的这个特征 来做这个什么呢 移动单的布局啊 做移动单的布局 好 那么下面的话就是结合什么呢 结合我们流体布局以及响应式布局啊 第一个是结合这个 做一个什么 这个首页啊 第二个的话是结合什么呢 REM 是吧 REM的话来结合 这个REM的原理来做这个 一个布局的页面啊 那么的话 我们布局的一些原理 我们都学完了啊 这样都学完了 原理都知道了 那么知道之后的话 我们看一下如何做这种页面 是吧 这就是H5页面 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的话 第一种方式啊 流体布局加响应式布局来 做这种页面的话 现在是 应该是不是太流行的啊 一般的话都是用这个第二种啊 然后什么 高大上的方法也是用的第二种啊 所以说第一种方式的话 我们稍微演示一下 然后把完整的文件最后发给大家啊 那么第二种的话 我就完整的演示一下啊 如何用第二种方法来做这个 这个什么布局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个什么呢 这个演示的过程啊 好 我们的这个 把这个ForeShop打开啊 ForeShop打开的话 那么我们就有这个什么 啊移动栏的这个效果图 上次给的 也给大家看了吧 啊 移动栏的效果图啊 好 那么这个移动栏的效果在哪里呢 也在这个我们的图片资源里面啊 打开它啊 打开一下 打开一下 那么在这个 呃 前单课程资源里面图片资源 有个PSD吧 PSD里面有个 Index Mobile 是吧 这个PSD文件 记得啊 打开这个PSD文件啊 打开 好 打开之后 看一下啊 那么我们昨天也说了 这个文件啊 之前用过了 是吧 有些背景被藏起来的啊 把它 把它写出出来啊 有一背景藏起来啊 好 好 当然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是吧 好 好 当然这样一个图啊 好 我双击这个放大镜的时候怎么样呢 它是不是什么 它是百分之百显示吧 啊 好 那么这个图呢 也就是UI给我们前端的什么呢 移动栏的效果图 没有没有 它就设计这么大给你了啊 它一般是怎么设计呢 它是用大一倍的尺寸来设计的啊 那么的话 而且的话 它一般是什么 基准什么 一般是按照一个手机为基准来设计的 一般是基准 按照哪个手机基准呢 一般是按照 现在是按照iPhone6 可能以后按照iPhone7啊 或者是iPhone8 是吧 现在一般是按照iPhone6来设计啊 按照iPhone6来设计 iPhone6的这个大小是多少呢 iPhone6的大小是这个 iPhone6 iPhone6的大小是375x6678 这是它的大小啊 那么的话 UI的话就是按照什么呢 750的宽度来设计啊 按照750的 把这个整体效果图放大一倍的效果来设计 设计出来 给你的啊 给前端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它的大小啊 不像大小 这个是不是750乘吗 乘以1600啊 这个高度是不管的 高度多高就设多高 是吧 高度是不定的啊 宽度的话就按照750来设计的 明白没有 750啊 就刚好大一倍 是吧 那么为什么要大一倍啊 昨天你是不是也说了 是要为了适配Retina屏吗 我们就把所有的图大一倍的来做 然后用样式强制的把它缩小为原来一半 然后再放在页面上啊 是这么做的啊 所以说要按照750的这种指寸来设计啊 好 那么有的地方的话 有的效果图设计的更加精确什么呢 把三倍的也设计出来了啊 三倍图 三倍图的话就是把 把这个375再乘以一个3吧 375乘以一个3啊 它把三倍图设计出来了啊 就是放大三倍的图啊 那么有的地方是这么做的 比如说iPhone 6 Plus啊 比如说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三倍图吧 三倍啊 那么它就是按照 以iPhone 6为基准 然后什么375乘以3啊 这个指寸来设计的一个图啊 那么这种做法的话都相对来说比较少啊 我们一般是怎么做呢 我们一般是什么 两倍的 那么就用两倍图来做 三倍的怎么办呢 三倍的也按照两倍图来做 是这么做的啊 那么三倍的话 如果按三倍图来做的话 这个没必要 因为它太小了 你就 人的肉眼根本就分不清了 有没有 我们人的眼睛看了这个物体的话 它的什么呢 这个尺寸是有限的吧 是吧 你太小了 我根本就看不清楚 没有什么分别啊 所以说两倍的和三倍的 都按两倍来做就完了 是吧 是这么做的啊 那么就是说 设计成一个什么呢 750的大小就可以了 是吧 750的大小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呢 真实的大小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手机的大小 是吧 一个手机的这个大小啊 比如说这个是 它是375成什么 667吧 是吧 667啊 好 667 我看一下 给大家这个 好 比如说它手机的大小是这么大 是吧 给大家看一下啊 好 假如说我来新建一个图层 给大家看一下啊 然后编辑 描编一下啊 然后是 GY吧 然后是 两个像素吧 好 好 好 把自己把自己坑啊 好 这个历史记录回去一下 好 这个的话 描编是吧 描编的话 把它移过来一点啊 好 再来描编啊 图层里面 新建的一些图层啊 编辑 描编啊 描编 好 好 我们的手机是不是这么大 是吧 手机的屏幕是这么大啊 现在的话 现在的话 所有的图 如果放上去是什么样 是不是都是大的 是吧 比如说这个怎么样 它只能放两个图标吧 这样的啊 所以说我们需要把所有的图怎么样 都缩放 有没有 啊 这样子 好 这是关于这个 是吧 这样一个啊 所有的图都得缩放吧 啊 所有的图都得缩放啊 好 那么这是给大家看的一个效果啊 看到这个效果啊 好 那么下个图给我们之后 我们怎么样 第一步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做什么 做这个批量切图吧 一样的啊 流程是一样的 是吧 批量切图是吧 啊 批量切图之前还有一部什么呢 把项目录建好吧 项目录建好啊 那么今天发给大家的这个项目录已经 已经什么 建好了啊 把这个项目录已经发给大家了啊 已经发给大家 这几个项目录已经建好了 然后的话 这个键 我就放进来了 刚才的那个什么 在那录的点键 是吧 已经放进来了啊 好 那么的话 项目录建好的时候怎么样呢 就是要做什么呢 批量切图吧 批量切图切完都怎么样 还要做什么 雪壁图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这两步的话 那么今天我就不演示了啊 那么的话 这两步的话 我已经把它做好了 放到这里来了啊 那么原理跟那个 那个是一样的啊 你说这个图是不是都切好了 放到这里来了啊 然后大家的话 可以下去自己切一下啊 如果你想练切图的话 自己还可以切一下啊 切了大小 它多大 你就切多大 好吧 切多大啊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一张雪壁图啊 这里有一张雪壁图啊 我拿过来啊 拿过来啊 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一张雪壁图啊 雪壁图啊 它就把这个用到的一些图标都用上了啊 图标都放到这里里面来了啊 给它一个背景给它看一下啊 好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里面放大镜是吧 放大镜的话 那么就是这个 这个地方的放大镜 看见没有 是吧 好 它里面都放下来的啊 是一比一的做的啊 比如说这个放大镜是这么大吧 一比一的切过来的 明白没有 一比一的切过来的啊 就这里面用的这个图标啊 这些图标都放过来了 是吧 好 然后的话 这里面用的这个加号是吧 加号的话是这个地方是吧 这里啊 下面这里是不是有个 添加到购物车的这个图标啊 好 下面这几个图标啊 都放进来了 比如说这里是吧 这几个图标啊 都放进来了 好 好 那么这个 直接给大家是什么 为节课堂的时间啊 那么我再切一遍的话 这个操作和那个 前面的操作是一样的啊 让我这会直接发给大家啊 好 那么这个logo的话也是这个什么呢 这个上面的logo啊 比如说这个是slider是吧 这是产品图片 只用切一张是吧 这是那个banner啊 好 这个做完之后 那么图片也准备好了是吧 接下来的话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一样的啊 开始什么呢 做这个页面是吧 做这个页面啊 好 那么的话这里面有个resist的 s我也放进来了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开始做这个页面啊 好 做这个页面的话 那么首先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文件夹把它放过去啊 比如说我放过去啊 拷贝到我的这里面来啊 好 拷贝到我的这里面来之后 我把它改名一下啊 想着说先用什么呢 移动端加什么呢 加什么呢 先用流体布局加响应式布局来做一下啊 那么这个我就演示一点就可以了啊 实际我就把完整的文件给大家啊 比如说这个命名为web什么呢 fluid啊 这个是流体布局吧是吧 流体布局啊 好流体布局 那么这个弄完之后我怎么样呢 我就把这个项目文件夹打开是吧 那么把它打开啊 在这个 predjack里面什么 add folder是吧 add folder 然后把它打开 打开的时候我就可以 好 比较方便管理它里面的文件吧 这样的啊 好 那么的话接下来是什么呢 就新建一个什么呢 lue一个fire吧 lue一个fire啊 然后是新建一个什么 h5的文档吧 新建一个h5的文档啊 好 这个的话是 先命名为index是吧 .html啊 好 存下来 存下来是吧 存下来之后怎么样呢 就新建一个h5的文档啊 h5的文档啊 好 新建一个h5的文档之后怎么样呢 我们就开始什么 就是在里面引入资源 然后写代码是吧 好 首先的话 那么这个页面是什么 是移动到要看的吧 我怎么样 要设置这个四口吧 设置四口啊 第一点设置四口啊 meta是吧 meta 然后两点vp 这样的 好 现在的话 那么要 比如说这个名字是什么 天天生鲜啊 生鲜啊 首页 对吧 也生鲜首页啊 好 那么的话 接着的话还要做什么呢 就是啊 我们要把这个 这个result.set都引进来吧 啊 这个result.set是跟我们的 这个pc端啊 没有什么区别啊 就把它引进来就行了啊 那么它稍微的 加了一个select 是吧 如果你要用到这个的话 就加上啊 那么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啊 这个啊 一样的 好 把它引进来 是这样的啊 引进来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的话怎么样呢 好 来一个什么呢 这个link吧 是吧 link啊 把它引进来啊 link 然后等于sss里面的什么呢 这个result.set是吧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在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新建一个 我们自己的样式吧 新建一个自己的样式的 开始写样式是吧 然后lue一个file 然后是拿一个什么呢 假如说拿一个 main.ssss吧 把它存下来啊 好 保存是吧 保存反正是不是多一个main.ssss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开始写这个样式的啊 写这个样式 好 接下来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结合 先结合这个什么呢 接合哪一个呢 接合这个什么呢 流体布局和响应式布局来做这个页面啊 那么这种布局的页面的话 大家在工作中可能会碰到啊 这种布局的页面是怎么样呢 就是宽度用百分比吧 高度什么固定是这样的啊 高度固定这么做啊 好 接下来的话 那么我来做一个这个是吧 这个这个来看一下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的话来演示一下 首先是怎么样呢 首先要写这个结构 是吧 那么这个这个资源写好了啊 这资源怎么没有引进来啊 好 那么这个Mate.SLSS是什么 新建过来之后 我们怎么样 也把它放进来吧 啊 link啊 link然后是这个SLSS里面的什么 Mate.SLSS是吧 Mate.SLSS啊 好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接着和那个PC端子一样的啊 就结合这个什么呢 结合这个项目图来做吧 是吧 这个项目图来做啊 好 那么大家记得你这个项目图里面量的尺寸怎么样 是不是都是什么 大一倍的啊 大一倍的啊 好 比如说这个整体的这个 上面这个绿色的条怎么样 绿色条的话什么 是什么 百分之百的宽度吧 宽度可以不写啊 高度的话来量一下是吧 高度可以用这个来量吧 是吧 好 这个正常是吧 高度那么就是100吧 高度100啊 高度100的话应该写多少呢 写50 是这样的啊 所有的都大一倍嘛 是吧 大一倍啊 好 那么的话这么写是吧 那么来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来一个 首先是一个head吧 head啊 head是吧 那么整理了一个条是吧 好 整理这个条完了之后 那么就是哪一个呢 就接着是写的是这个 这里面有个logo是吧 logo啊 logo的话 那么来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 来一个 这个logo一般是做链接的 是吧 我们可以做一个链接啊 比如说 if等于一个警号啊 好 然后就把这个什么 logo的图片把它放进来吧 image啊 src的image是里面的这个logo 是吧 然后这个alt的话 就等于 天天生铅logo啊 好 logo啊 logo放进来了啊 接着的话 那么右边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放大镜是吧 它是一个功能吧 应该是 就是我点这个放大镜 应该是到搜索页面 来搜索商品嘛 这样一个功能啊 那么这个的话 应该也是一个链接 是不是这样子啊 也是一个链接啊 也是一个链接的话 那么就是我来给它一个 哎 huff等于 假的也等于一个警号啊 好 那么的话 它们之间是不是要区分开啊 区分开 这个的话就class等于一个logo啊 等于一个logo 是吧 然后这个class的话 就等于一个什么呢 色气吧 色气啊 好 那么你这个图呢 这个图的话 我们用背景来做啊 图用背景来做 因为的话 这个图的话怎么样 是不是放到这个 雪冰图里面来呢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在最上面呢 最上面这个地方啊 是不是这个图啊 好 这个图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放完之后啊 好 这个结构是不是写好了啊 好 写好之后我们大概来看一下 是吧 看一下这个结构 是吧 好 那么一般的话 我们什么样的 要到这个移动端来看一下 是吧 一般是这样 用移动端来调啊 那么初始的话 都是按照iPhone6的这个标准来调 调完之后再看一下其他的这个设备啊 iPhone6的这个词来调 是吧 好 这个大概是这么大 那么这个logo是不是很大啊 是吧 好 那么我们一天来写啊 先写这个样式 是吧 首先的话是写什么 这个 这个 这个main.css里面的这个header吧 先写这个header的样式 是吧 header的样式啊 哎 main.css啊 这个有问题啊 好 把它改名一下啊 这个relem啊 加一个s 好 再来看一下啊 那么是header是吧 好 这个的话应该是没有按照这个什么呢 显示是吧 那么这个view里面有个什么呢 这个样式 选择是css吧 是吧 css啊 好 这个就好了啊 好 那么的话 它的这个宽度 我不写 宽度就是百分之百吧 好 高度的话就是什么呢 宽度百分之百 是不是就是流体布局啊 高度的话我写个五十吧 刚才点了一百啊 那么记得都写五十是吧 因为它还有一半吧 是吧 好 背景色 给它一个背景色是吧 背景色的话是这个 这个颜色是吧 那么先点一下这个 然后是c下是吧 然后这个颜色啊 好 这个做完之后看一下 那么这个条就做出来了 是吧 哦 引入的这个就出问题了 是吧 参加ls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再刷新一下 是吧 这个就没问题了 是吧 这个条是不是做好了 好 这个条做好之后 来看一下 是吧 好 我再把这个什么呢 这个logo 换好 是吧 好 logo的话 那么就是它多大 多多宽多高了 是吧 logo的话 那么就是它应该是居中了 是不是这样的 居中啊 居中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它应该是多宽多高啊 量一下它的大小 是吧 或者直接看这个图片大小 就可以了 是吧 176乘以71 是吧 好 看这图像的大小吧 那么在这里来看 是吧 在这个地方来看 看一下啊 好 这个的话 那么就是 看到的大小啊 看到多大啊 这个属性 然后它的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178乘71 是不是这样的 178乘71啊 好 178乘71的话 那么就是 这个要除以2是吧 是不是很麻烦呢 是吧 好 这个logo啊 好 点logo 是不是这样的 点logo啊 好 那么它的宽度是 这个 它是一个A标签 是不是这样的 我正好把它转成块吧 是吧 它不止止这个宽高 是吧 好 display 给它来个block 是吧 转成一个块的啊 好 然后的话 它的宽度是 178是吧 178px 然后要除以2吧 除以2的话 就是多少 就是89是吧 89px 89px 高度的话是71是吧 高度的话是71 71的话那么就按72来算啊 这个是那个图片的容器吧 你这个容器可以做大一点 明白没有 不能做小吧 做小是把这图片切割了 所以尽量做大一点 大一点 像素没问题是吧 你要保证这个图像能完整 写出来就行了 是吧 一个像素的话 用户也看不到这个区别啊 这样子啊 好 那么就36吧 36px啊 好 这个的话怎么样 这个图像怎么样 应该是这个整体应该相对于它什么 水平垂直聚中吗 水平垂直聚中啊 好 那么的话 水平垂直就用margin吧 是吧 margin margin的话 呃 这个是36是吧 那么这个是50是吧 上下的话就给多少呢 给这个什么 给7吧 是吧 7啊 好 7px是吧 左右给O2吧 好 其实下面给0也可以是吧 下面给个7也一样是吧 那么甚至刚好是吧 好 这个给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是吧 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好 来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是怎么样 是好一试剧中的是吧 那么很显然这个什么 这个呢 它的什么 它的margin top是传上去了 传上去了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 用那个 用一个什么 那个clear fix 这边可以解决啊 是吧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 加一个clear fix 是不是就可以了 在它的上面加一个clear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是不是解决margin top 塌陷的这个bug啊 是吧 好 来看一下 是吧 这clear fix就在这个里面吗 是吧 就在这个里面是吧 这个resign的里面 不是有这个clear fix吗 是吧 直接用它就行了 用它 好 好 好 用它 接到这来看一下 这个写好之后来看一下 是吧 那么再看一下它的效果 是吧 那么这个解决这个问题了 是吧 接下来看一下这个logo 是吧 这个logo的话 那么它怎么样呢 它是比它大一倍的是吧 大一倍的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怎么设置这个图片呢 容器实际上 我们已经放好了啊 现在是放这个图片啊 那么这里有一个 在讲一个图片的一个特性啊 图片有一个什么悠悠的特性呢 就是如果说我们 只设置图片的 一个方向的宽度或者高度的话 那么图片的另外一个什么呢 尺寸会等比收放 假如说我把图片啊 我只设置它的宽 不设置它的高啊 假如这个图片它是 它是什么 假如说200乘200 这样一个图片 是吧 然后我把它的宽 设置为100 高度不设 那么它的高度自动会变为100 明白没有 它会自己等比收放啊 这是图片它的一个特性啊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可以这么写啊 logo里面的这个emerge 是吧 是不是它里面的图片啊 好 宽度 宽度设为多少呢 直接设为100% 那么宽度设为100% 这个图片的宽 是不是等于它的宽啊 高度的话 你会按照这个宽度 自动的等比说放 你就不用管它了 是吧 它自动会等比说放 你设置这一句就可以了 设置这一句 设置这一句的时候 怎么样呢 我们来刷新一下啊 这个是不是就放好了 放好了啊 好 放好之后我们来测一下 比如说我来 拉这个东西是吧 那么这个是什么 是不能等比收放啊 只能是这样 只能是这样嘛 这个宽度变嘛 高度是不会变的嘛 好 大家在后面 维护这个页面的时候 会碰到大量这种页面 就是你拉伸的时候什么 只是宽度变 高度是固定的啊 这种页面 大家会碰到的啊 这是什么 用流体布局做的这种啊 好 这种页面 好 接下来的话 我再演示一下这一块 是吧 也是这个右边这一块啊 右边这一块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 一个放大镜吧 是吧 这个放大镜啊 放大镜的话 那么怎么样呢 你来看一下啊 右边这个的话 是那个射起吧 是吧 这个射起啊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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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H 是吧 这个射起啊 好 这个射起的话 它的这个 大小是吧 大小来量一下就行了啊 好 这个大小 尽量的话量大一点 因为它是作为背景放进来的 是吧 不要量小 尽量量大一点就行了啊 比它大就可以了啊 比如说这个整体大小 大概是多少呢 54吧 是吧 54是不是可以把它放下啊 那么你就用54来做啊 不要量小 小的话 会把这个图形切割了啊 好 54乘54 是吧 好 大一两个像素没问题啊 大一两个像素没问题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的话就是 宽度什么呢 好 它也是一个A标签吧 那么A标签啊 A标签的话 那么因为啊 我切切宽吧 切切宽是54吧 54再除以2是多少啊 就是27吧 都要除以2是吧 好 宽是27啊 高度是27 减个10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的话怎么样呢 我们这个把它 它是在这边是吧 按照不规则的定位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是一个块 我没有浮动 是不是这样的 它是不是会把它挤下来啊 我这个就用定位来做 是不是可以啊 就定位来做啊 定位来做的话 那么我把这个负级 可以设置一个相对定位吧 给它一个relative 是吧 那么它的话 就拿一个绝对定位 是吧 拿一个display 来个什么呢 position是吧 给它来个什么 absolut是吧 绝对定位啊 好 绝对定位之后 它是不是已经变成行内块了 所以我就不用转的吧 这样的 不用转成行内块 不用转成块 或者行内块了啊 好 那么的话 定位完之后 它怎么样呢 它就相对于 比如说相对于它啊 比如说它的 我用write来定位吧 write的话 这个是多少呢 这个是 29是吧 29的话 我就给个什么 15吧 是吧 15啊 write是15啊 记得啊 write是15 然后上面是什么 上面是 12是吧 15和12啊 好 那么的话 write是什么 15啊 15片的词是吧 然后 pop是什么呢 pop是12啊 pop啊 12片的词 好 好 这个放完之后 是这个块 先给个颜色 给大家看一下啊 给大家够的 是吧 这样子啊 好 这个放好之后 那么是这样子的吧 这样子是吧 好 接着我要把它放大镜放进来 是这样的啊 放大镜的话 那么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背景图 是吧 背景图啊 好 背景图的话 那么就是把这个改成背景图 是吧 好 那么这个背景图的话 是一张什么呢 是一张雪碧图吧 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 这张雪碧图啊 好 那么的话 来写一下啊 这背景图的话 那么就是 代管的啊 GRO UND啊 代管的 代管的是什么呢 URL吧 URL啊 然后是点点杠 IMAGIS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ICOM是吧 可以有点偏激啊 可以这张图是吧 这张图啊 好 这张图的话怎么样呢 先把它放一下啊 那么应该是 它是放在上 最上面的吧 最上面的是吧 最上面的啊 这个最上面的啊 好 最上面之后怎么样呢 然后是 LEFT是吧 好 TOP 然后是LOW REPEAT吧 是吧 REPEAT 这样的啊 好 放进来了啊 好 放进来了 来看一下效果是吧 看一下效果啊 好 来刷新一下是吧 是不是 只有这个放在进来 一块啊 是吧 相当于是四分之一的 这个大小是吧 因为我们的图 都是变大的吧 都是变大的啊 好 这个时候怎么样 我们还得设置 Background的Size吧 Background的Size 把这个背景图变小啊 人为了把它变小啊 人为把它变小啊 好 来个Background的Size啊 Background的Size 你设多少呢 看一下啊 设多少啊 那么的话 设多少啊 比如说这个图像 它的大小啊 属性 这个是什么呢 120乘以1680吧 设下来一半就行了啊 就是 60乘以什么呢 840啊 60 840啊 设这个就行了啊 好 这个设置 宽度是60px啊 高度啊 高度的话是 840px 这个就怎么样呢 把这个背景图 是不是缩成一半呢 所以说 一半之后再放到那个 那个容器里面去啊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我刷新一下是吧 这个放大镜是不是就放好了 这样子了 是吧 包括这个 这个什么图也是 实际上也缩小了一半 是不是这样的 都是缩小一半的图啊 缩小一半的图 好 这个是不是这个 这一块是不是就做好了 好 这是什么呢 这是这个什么呢 用这个什么 流体布局做的啊 好 那么 做了这一块之后 那么如果说 再做下面这个 都是类似的啊 都是类似的这种做法啊 没什么问题了啊 下面这个 都是类似的做法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 流体布局的 这个什么呢 这个做法啊 好